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3日 星期五 這一節就繼續 跟大家說香港的政治局勢 以及香港的政局分析 當然香港的前途 就是沒甚麼了 大家都看到情況 自由 法治一天被一天惡化 所以這節就不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不用討論了 這節要討論的就是港共政府 的林鄭月娥777 林鄭月娥會不會 繼續連任呢 因為近日就是這個特首 選委的選舉的提名期 提名期結束了 有 大量的界別 就是 的人就是 在沒有競爭的狀態之下 自動當選 正如之前所說 特首的選舉 香港的制度 就是一個 好像是間接的選舉 換句話說 特首的選委是經過功能組別 的選舉 投票出來 選出選舉委員 選舉委員就是再去投票 決定誰是做特首 選舉委員的數目應該是1200人 換句話說 香港的特首就是會獲得超過 一半以上的票數就會成為香港的特首 林鄭月娥之所以叫777 就是因為這個特首選舉 這個提名委員會裏面 取得了777票 隨著這個 特首選委 的提名結束 基本上 林鄭會不會連任呢 這件事就成為 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 我們先跟大家說說這個就是關於這個選舉委員會的提名 提名情況 以及自動當選情況 我們繼續下去 一直分析 話說這個 提名期就結束了 就到了8月12日正式結束 報名參加的人數就是 1237人報名 有點更正 因為現在就是 香港的所謂的選舉就被修正了 所以現在 就不再是舊時的選舉委員會的人數目了 現在應該是1500席 換句話說 當選門檻的特首最少要得到750 有一大堆人自動當選 包括美心集團 創辦人 吳添德的大女兒 吳添德的大女兒 還有導演高志森 還有 鄭若驊的老公 潘樂圖 還有管浩鳴 商界代表有李嘉誠的兒子 李澤佳 今屆的特首 選委的選舉基本上就是反對派 香港的民主派 就是100% 徹底杯葛 換句話說 過去大量就是有 民主派的界別 全部就是沒有人參選 全部變成建制派的 狼中物 包括會計界 還有建築界 測量界 都市規劃及 圓危 圓景界 還有工程界 還有法律界 法律界 有湯家驊 就是帶隊 還有 監警會主席梁定邦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他們有個 15人名單 但是走到最後那一刻 有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 有人要報名參選 令到法律界變成有競爭 但是就是建制VS建制 香港的民主派就是沒有參與 換句話說 過往的 特首選戰裏面的 民主派 的票數現在就是 全部都不存在了 以前在2016年 的選委會選舉裏面 民主派 就是拿了300席 所以那時候就叫做民主300家 那時候 就是有這個票數 就是有機會成為 那個關鍵小數 不過所謂關鍵小數 一定是說一個 正常 是有得競爭 的一場選舉裏面 例如如果唐英年和梁振英 真的是一個 雙方 都具有勝出可能性 的 候選人 在一個真正的選舉裏面 那麼 拿著關鍵小數才能夠影響到賽果 這個我們也曾經 我們不是 任何時刻 我們不是打從day one 就是完全否定了所有的選舉 過去的香港 民主進程 其實一直以來 都跟選舉有關 我們也 不是100% 反對任何的選舉 但是當然隨著時代革命的進行 隨著 反送中運動 越來越激烈 再隨著整個局勢 再去到 北京 出手 洗橫手 動用解放軍 滲入香港的警察部隊 暴力鎮壓香港 每一樣東西都顯示你再參與 港共政府的選舉 只不過就是在做 港共和中共希望你做的 民主花瓶 所以走到這一刻 沒有任何的民主派 再去參選 亦都因為 選舉制度已經修改了 根本你連原本 拿著關鍵小數 從而 可能在兩個建制的候選人裏 所謂選一個 你連這件事也做不到 已經 換句話說 其實所謂選舉來來去去根本就不是選舉 根本就是 北京是陰點 再去 附和這個遊戲 就是沒有任何的意思 這個情況跟我們當初 在2019年初初 爆發反修例運動的時候的看法 已經是完全不相同 而且 局勢已經完全不相同 當日我們主張這個 反自動當選運動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假如能夠區議會 將那些 當然自動當選的議席變成有競爭 有機會令到 建制派措手不及 有機會就是能夠 重奪 區議會 假如如果重奪了區議會之後 區議會界別 就會多了區議會界別的 特首選委的選票 令到 有機會就是去 衝擊這個特首 選舉 有機會就是能夠令到 一個支持民主 的候選人有機會就是勝出 不過 當時也是流於這個理論層面 當時的大前提 大前提就是 共產黨 不撕破那個假面具 當 共產黨已經徹底把那個 假面具撕破了之後 那個遊戲就已經不能進行了 所以 走到今天 即是 參選 已經 沒有任何意思 參選他的選舉 基本上 參加 這個政協 和人大選舉 已經是沒有分別的了 這件事 中共又不高興了 輪到 輪到 他覺得要有民主派的代表 來參加選舉 才能夠令到他的選舉 就是有 一些認受性 為甚麼我們 那麼多香港人 覺得要聲勢力竭 也要制止這個 你在香港自稱做反對派的人 去參選 這個 中共 徹底操控的選舉 你做的事就是幫助中共的選舉 塗脂抹粉 幫助中共的選舉 完全非法的選舉 endorse 還要令人咬住 說你有民意的授權 所以我們現在認為 必須要徹底否定 今屆你見到很多疑似會支持林鄭月娥的人 當選了做特首的選委 其實就是意味著有可能林鄭月娥會輕而易舉 順利繼續連任 我們都看不到任何建制有力的人士 出來參與 這個 特首的選舉 從現在的制度觀察 商界在整個制度裏面 就是失去了 華語權 連關鍵少數都談不上了 再加上新增的土共外圍組織 的選委票 換句話說 基本上那個結果就是100%受到 北京 基本上全權控制了 不再是 香港需要動用中聯辦去操盤 在這種情況之下 實在 在這一刻的分析 我們看不到任何的 機會就是 林鄭不連任 我們看不到任何一個有力的對手 有望去衝擊林鄭 除非 及後我們看到有些有力的建制人士 出來擺明要挑戰林鄭月娥 而那個人還要是有機會獲得北京的祝福 否則 基本上 真的看不到任何 就是 這一刻可以扯低林鄭月娥的希望 事實上 按照 過去的政治分析 有機會 得到北京授意 做特首寶座的人 基本上現在北京看中的 就是有 軍人背景 即是紀律部隊背景的 一大堆軍人 換句話說 除非是李家超或鄧炳強 出來說要參選 否則 這一刻也很難看到一個建制的有力人士 出來能夠跟林鄭月娥 這個跟習近平有聯繫 的小人 就是能夠去競爭 與此同時 整個選舉沒有任何的民主派去參與 所以 嚴格來說 現在再去分析香港那個不可以再叫選舉了 現在分析香港政治就只能夠當成 大陸的國情 你就等於分析20大 以及這個北戴河會議 又或者是人大 政治局常委 的人選 你不能夠當成是 一場 選舉 這樣去分析 因為現在根本就談不上是一場 選舉來的 所以很不幸地 如果按照今天的分析 現在你看不到任何理由 為什麼不是林鄭月娥 繼續做下去 這個絕對不是幫林鄭月娥 做啦啦隊 因為現在 基本上連一個 有競爭的選舉 根本也不存在 所以以上這個 完全是 純粹的政治分析 當然了 如果曾信華又撲出來 我又再跟你選過 有人支持他 那就另計了 當然了 我們現在就看不到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 簡單來說 根本也 不存在競爭的過程 何來會有 特別的情況發生呢 我們今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我們下節就講下話題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今節講到這裏 拜拜 我們下節講到這裏 拜拜